习近平先后掌控了三杆子,正在做一件大事,国际民退以上路消灭私有制,血淋淋淡活生生,由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导创立的经济50人论坛16日在北京举行,不少学者批评国际民退政策旅居纽约的政经分析人士秦鹏表示,国有资本是中共的执政基础民营企业,真的是配角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严重。 各种割肉,割韭菜,剪羊毛,拔鹅毛,杀肥猪风行,中共现在的做法与其消灭私有制,一脉相成血淋淋淋淡是活生生,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表示习近平没掌权之前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被江系掌控,像万达,海航,复兴,安邦,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这样的所谓民企,背后都有常委级的人物支持。 都可能有中共几代常委的股份习近平掌权,后,先是收边军队掌控枪杆子,随后武警和公安换闪自己的亲信把空刀把子宣传系统也要从江系手中夺回来,这是笔杆子王笃然分析。 现在习近平是收回钱袋子,把金融和财政大权纳入自己囊中,习近平也一向表示要把国企做大做强。 2015、2016年以万达、海航、复兴,安邦为代表的所谓私营企业大规模投资,海外要逃跑,但是这些巨头最后都遭到清算。 万达被迫拍卖资产收回海外资金。 王健林个人宣布到贵州15亿元扶贫,赴、新郭广昌则是到了陕西扶贫,海航除了拍卖资产王健还离其死亡,安邦五小辉坐牢了资产被中共国资廉价接管。 那些互联网代佬们包括刘强东、马云声称自己的财产要捐给国家由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主导创立的经济50人论坛16日在北京举行,在整个会议过程,终于会者在经济学界拍的无尽脸的带头下,集中呼吁当局兑现深化改革,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据大陆媒体报道刘鹤,作为该论坛名誉负责人,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纲金与会,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质疑国企混改到底是谁混谁,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国企就是趁虚而入姚洋,呼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 千万不要搞成逆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民企都改没了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批评,当局就给三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从他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 信心大减中国社会科学院员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怒对国际民退现象,认为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所讲的私营经济离场, 不是希望之谈现在民企生存艰难,到了不并入国企活不下去的地步混合所有制已经在路上。 9月11日金融专家吴小平发表,文章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立刻引起众多关注。 其实早在2015年中共就推出了国际民退的经济政策,2015年中共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旅美学者何清联分析, 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 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投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化事权。 另一个是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 旅居纽约的政经分析人士秦鹏对大纪元,表示对孝一家,市场前景好,国企将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收购部分股权或可资源躲是躲不掉的。 在吴小平这篇文章出来的前一天,9月10日,马云旗下的支付宝与中国银言举行了内部签约仪式,正式被收编同一天。 马云宣布一年后退休秦鹏说所以,不在于吴小平的其他文章的逻辑,通不通现实恰恰如此。 在中共党管一切,国有资本是党的执政基础,面前民营企业真的是配角,陪太子读书的角色。 而且中共对民营企业的这种态度也与马克思原教旨主义。 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一脉相承血淋淋。 但是活生生,秦鹏表示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严重,各地财政出现了困难各种割肉,割韭菜,剪羊毛,拔鹅毛,杀肥猪风行很多人都说马云明志再不走,可能,就会像海航王剑那样危险了。 他说结合现在这个大环境,以及中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人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吴小平的说法,代表了中共官方想说,但是不方便说,的意见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